这对夫妻结婚十年 在外人看来感情甜蜜恩爱无比 可夫妻俩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那就是结婚十年 阿晴一直怀不上孩子 只能不停打牌卵针 做试管婴儿 希望能依靠医学手段怀上一个孩子 为此阿晴受了不少苦 可他毫无怨言 只想着早日为俊浩生下一个孩子 某天俊浩开车上班 车开到停车场时 发现前面的路堵死了 原来有个白富美的汽车抛锚 停在路中间把交通搞瘫痪了 一个脾气暴躁的大叔 让白富美赶紧挪车 可白富美根本不把大叔的话当回事 他对大叔爱理不理 甚至讽刺大叔急什么急 是赶着去投胎吗 大叔被白富美惹怒了 他上手就要打人 俊浩不得不挺身而出 阻止了大叔的暴行 俊浩不光阻止了大叔打人 他还使尽浑身力气 帮白富美推车 帮助他重新启动汽车 顺利把车开走了 看着眼前的男人 小美心里不禁感激又欣赏 而小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富家千金 小美的爸爸经营着一家整形医院 小美在爸爸的医院上班 令小美惊喜的是 俊浩竟然是爸爸刚刚聘请回来的整形医生 小美对俊浩一见钟情 他主动邀请俊浩吃饭 向他表示感谢 可谁想俊浩一口拒绝了他 可俊浩越是拒绝 小美就越是斗志昂扬 他才不在乎俊浩有没有结婚 他借着工作之便 找尽各种借口接近俊浩 小美发现俊浩每天上班都只打一条领带 小美自作多情买了五条领带送给俊浩 可俊浩并不领情 他直接把领带送给了同事们 俊浩的冷淡让小美很是寒心 他觉得俊浩不该随便把他的礼物送给别人 可俊浩的殷勤只让俊浩感到心烦 俊浩没有回答 这时一个搬运工人进了电梯 俊浩和小美被挤到了电梯角落 俊浩和小美紧紧贴着彼此 气氛一时变得暧昧起来 而阿晴这十年来 一共做了六次试管婴儿手术 没想到这次还是以失败告终 阿晴把试管结果告诉了俊浩 并表示他以后不会再做手术 对于阿晴的决定 俊浩表示赞成 虽然他一直很想要一个孩子 但他也不忍心看着阿晴为了怀孕的事 身心俱疲 可谁想阿晴突然提出 去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 原来阿晴经常在孤儿院做义工 孤儿院有一个叫夏夏的孩子 看上去十分可怜 阿晴打算把夏夏领养回家 可关于领养的事 俊浩并没有马上同意 他觉得领养孩子不是一件小事 需要慎重考虑才行 而阿晴生不出孩子 小美那边却在加大力度追求俊浩 他甚至直接向俊浩表白了 小美的热情简直让俊浩难以招架 为了让小美知难而退 俊浩对小美的态度只好越发冷淡 可即便这样 小美依旧不死心 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表白并没有错 阿晴来接俊浩下班回家 谁想刚好让小美撞上 小美没想到 俊浩的老婆竟然是阿晴 而阿晴不是别人 正是小美高中时期最好的朋友 可现在的小美见到阿晴 只有一腔怨恨 他想起了读高中的时候 他爱慕着班上一个男同学 可这个男同学喜欢的却是阿晴 这个男同学 甚至把他送给他的礼物 转送给了阿晴 为了这事 小美和阿晴彻底绝交了 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了心头 小美心里更愤恨了 他没想到 高中的事件竟然重演 他爱的男人仍然属于阿晴 小美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在心里暗下决定 一定要把俊浩抢过来 顺子抛夫妻子十几年 如今竟然发现 儿子出人头地 成了全国知名的整形医生 顺子突然回想起了十几年前 丈夫重病缠身卧床不起的日子 那个时候 顺子每天端茶地水 为要擦身 刚开始还好 可时间一长顺子就受不了了 他总是一边伺候丈夫 一边骂他脱油瓶 如果不是为了儿子着想 他早就跑路走人了 顺子的抱怨 当然被儿子俊浩听进了耳朵里 俊浩对这个母亲厌恶至极 他让顺子要走就走 不要拿他当借口 以后照顾父亲的责任 就由他来承担 可没想到 就是俊浩这么随口一说 顺子竟然真的丢下老公和儿子跑路了 如今眼看儿子飞黄腾达 顺子便想着来和儿子相认 向他讨些好处 顺子找到了儿子的住处 可俊浩上班去了 迎接他的是 俊浩的老婆阿晴 顺子一见阿晴 就向他表明了身份 阿晴则热情地招待了顺子 这个素未谋面的婆婆 顺子从阿晴那里得知 原来阿晴和俊浩 已经结婚13年了 顺子抛夫妻子后不久 阿晴就嫁了过来 是阿晴一直照顾着瘫痪的公公 直到公公去世 可顺子这次过来 不是和阿晴叙旧的 他直接狮子大开口 管阿晴要1000万韩元 阿晴是个孝顺媳妇 他凑了1000万韩元给顺子 阿晴本来还想 劝俊浩原谅顺子 可俊浩一听到顺子的名字 就气愤不已 他根本不可能 原谅这个抛夫妻子 薄情寡义的母亲 而顺子则越来越过分 他无论想买什么东西 都找阿晴出来 副帐当冤大头 阿晴这个人 憨厚老是不懂拒绝 顺子要什么 阿晴当然就给他买什么 某天 阿晴带着俊浩回娘家吃饭 谁想两人 竟然在娘家偶遇了顺子 原来顺子 一直租住在阿晴的娘家 俊浩一见顺子 就阴沉着脸 把他叫了出来 顺子本来想向俊浩解释些什么 可俊浩痛恨着顺子 他命令顺子 马上离开这个城市 他根本没有顺子这种妈妈 俊浩的绝情 实在让顺子痛彻心扉 他走到河边 竟然想跳河 可真要跳的时候 又没那个勇气 哭过之后 顺子擦干眼泪 准备离开河边 可谁想这时 突然路过一个 扛着木头的建筑工人 顺子一下 被木头撞进了河里 顺子被救上岸 送进了警局 警察通知俊浩来接人 顺子故意在俊浩面前装可怜 可俊浩不吃这套 他又开始骂顺子 心心作态 假装自杀 顺子被俊浩 骂得哭倒在地 而阿晴实在看不下去 他把俊浩叫到一边 劝他原谅顺子 经过阿晴的劝说 俊浩的态度有所缓和 阿晴便趁机邀请顺子 明天来家里吃饭 顺子当然按时赴约 吃饭的时候 阿晴提起了收养孩子的事 因为阿晴和俊浩结婚这么多年 一直怀不上孩子 两人去医院做过六次试管 都怀不上孩子 阿晴便决定 从孤儿院收养一个孩子 可顺子一听坚决反对 他怎么可能允许 自己儿子的血脉就这么断了 白白替别人养孩子 犯后 顺子找到阿晴的娘家妈妈 把阿晴准备领养孩子的事 告诉了他 可妈妈英子 根本不反对阿晴领养孩子 他觉得 阿晴做了这么多次试管 已经尽力了 没办法 顺子只好威胁英子 如果阿晴不给俊浩生个孩子的话 就别怪俊浩以后 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生 而俊浩其实也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领养孩子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 还是渴望拥有 一个自己的亲生孩子 而顺子不死心 他亲自给阿晴送了很多补药 让他无论如何 都要自己怀孕生子 俊浩对顺子的行为很是反感 就在这一刻 他下定决心 阿晴有点担心俊浩的决定 他觉得 俊浩这是在和顺子赌气 可俊浩告诉阿晴 他没有赌气 他已经深思熟虑 下定决心了 就这样 两人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 这个被领养的小男孩 名叫夏夏 阿晴对夏夏很好 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疼爱 很快 夏夏就对着阿晴叫妈妈 可俊浩和阿晴相反 他始终对夏夏心有芥蒂 没办法 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 夏夏本来想叫俊浩一生爸爸 可直接被俊浩拒绝 俊浩让夏夏称呼他为叔叔 俊浩和阿晴 带着夏夏出门购物 恰好偶遇了俊浩的同事 同事看夏夏聪明可爱 本来想和他多说几句话 可俊浩特别害怕同事看出 夏夏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急忙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私下里 俊浩叮嘱夏夏 不要在外面和别人说 自己是领养回来的 某天 俊浩和阿晴 带着夏夏去书店买书 夏夏突然肚子疼 俊浩只好带着他去上厕所 可上完厕所出来 俊浩接到了女同事小美打来的电话 小美一直热烈追求着俊浩 他约俊浩出来聊天喝酒 俊浩当然一口拒绝 可小美纠缠不休非让他过来 挂掉电话后 俊浩发现夏夏不见了 俊浩和阿晴急得到处寻找 最后还是一个路人发现了夏夏 把他送到了阿晴身边 一见到夏夏 俊浩不但不关心 反而板着脸教训了他一顿 回家之后 俊浩心不在焉 他一直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赴小美的约 最终 俊浩决定去见小美一面 他找了个借口溜了出去 小美一直在酒吧等待着俊浩 一见俊浩出现 小美高兴的当场 就向俊浩表白自己的心意 俊浩听得那是一个面红耳赤 小美喝醉了战力不稳 俊浩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这时俊浩接到了阿晴打来的电话 俊浩正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接 可谁想小美抢先一步 对着俊浩就是一个亲吻 俊浩急忙推开了小美 小美有点生气 他质问俊浩 俊浩无言以对 小美也不想再为难俊浩 自顾自离开了 而俊浩回到家 阿晴本来关心的 问他饿不饿 有没有吃饭 可俊浩竟然一脸不耐烦的 让阿晴别管这么多 而下下将俊浩的冷淡看在眼里 他觉得 都怪自己惹俊浩生气了 阿晴赶紧把下下搂进怀里安慰 而两人的对话 恰好被俊浩听见了 俊浩开始反思 自己一直以来对待下下的态度 是不是有点过分 第二天 俊浩主动来向下下道歉 并向他解释 小孩子不记仇 俊浩三言两语 就把下下哄好了 而小美对俊浩的攻势 越来越强烈 同事聚会的时候 小美故意邀请俊浩 和他一起喝浇杯酒 趁着同事们玩得尽兴 小美悄悄把俊浩 叫到了空无一人的包间 紧紧搂住了他 小美又想像上次那样 和俊浩接吻 可俊浩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 俊浩不想破坏自己的家庭 他告诉小美 他和阿晴结婚13年 结婚后 阿晴就一直照顾他 瘫痪在床的爸爸 他绝对不能做出 伤害阿晴的事 小美问了俊浩好几次 说的是真心话吗 俊浩坚定地点了点头 小美被俊浩打击得不轻 他决定结束这段感情 听从爸爸的安排 和别的男人相亲 可当俊浩得知 小美要去相亲时 他的内心开始嫉妒 他竟然亲自找到小美 禁止他去相亲 可俊浩越是这样 小美就越是要和他唱反调 小美不但去见了相亲对象 还邀请他和他一起出差 参加研讨会 而这个研讨会 本来该俊浩和小美一起参加 俊浩一大早高高兴兴地去接小美 可当他赶到小美家门口时 就发现小美和相亲对象成名在一起 小美上了成名的车 俊浩看着亲力的两人 心里简直醋意大发 到达酒店之后 俊浩让小美和他聊聊 可小美一口拒绝 晚上 小美在酒店里泡温泉 俊浩也刚好过来泡温泉 小美故意当着俊浩的面 和成名秀恩爱 俊浩这下坐不住了 他害怕小美和成名 真的发生点什么 俊浩亲自来到小美的房间 敲开了小美的房门 一见小美 俊浩就把他拉到楼道里 不让他去和成名约会 小美觉得俊浩莫名其妙 他生气的质问 看着歇斯底里的小美 俊浩终于认输了 他承认自己确实爱着小美 就这样 两人互相确定了心意 晚上 俊浩给老婆阿晴打电话报平安 阿晴本来想让儿子和俊浩说几句话 可谁想俊浩忙着和小美温存 他直接把电话挂了 俊浩和小美一起度过了这个美好的夜晚 小美体贴地表示 他不需要任何名分 也不会破坏俊浩的家庭 他只要能和俊浩在一起就行 就这样 俊浩和小美开始偷偷交往 两人在同一家医院上班 平常见面的机会多得不得了 而阿晴看俊浩最近总是加班 他担心俊浩的身体 特地做了好吃的送到俊浩的医院 可俊浩做贼心虚 他让阿晴没事的话就别往医院跑 阿晴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谁想他走到电梯口时 刚好撞上小美 阿晴和小美刚好是高中同学 阿晴认出了小美 他主动上前和小美打起了招呼 小美也装作久别重逢 和阿晴寒暄了起来 虽然小美面带笑意 但他心里其实在狠狠嘲讽阿晴 嘲讽他 连老公移情别恋了都不知道 阿晴确实不知道 他还在傻傻地和小美叙旧 邀请他有空的话出来一起玩 小美本来不想搭理阿晴 可这时 阿晴接到了俊浩打来的电话 俊浩觉得自己刚刚的态度有点过分 他让阿晴在停车场等他一会儿 两人一起下班回家 而一旁的小美 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他突然猝一大发 小美主动索要了阿晴的联系方式 并约他明天一起吃饭 第二天 阿晴来找小美吃饭 谁想刚好在楼下撞见俊浩 俊浩也准备外出吃午饭 俊浩和阿晴聊了起来 阿晴告诉俊浩 他约了人吃饭 这时 小美下楼了 他看到了阿晴和俊浩 小美挑衅地问俊浩 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吃饭 俊浩差点没吓死 他急忙拒绝了 最后 小美和阿晴一起用餐 小美故意问阿晴 阿晴傻兮兮地回答 他才不担心 俊浩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人 听了阿晴的话 小美在心里嘲笑阿晴 真是个蠢货 犯后 小美回到医院 俊浩忍不住朝他发起火来 小美当然不承认 他在一边装可怜 说自己也没想到 俊浩的老婆 竟然是阿晴 阿晴可是他高中时期 最好的朋友 他现在背叛了阿晴 他好痛苦 见小美这样 俊浩的气一下消了 他反而联系起小美来 晚上 俊浩赶着回家 和老婆孩子吃晚饭 可他收到了小美发来的短信 可俊浩已经和老婆约好 一起吃饭 他只好打电话给小美 婉拒他的邀约 谁想小美根本不接电话 他就是要让俊浩来酒店陪他 而俊浩联络不上小美 他担心小美出事 只好打电话给阿晴 撒谎说 医院突然出了点事 他必须赶回去加班 阿晴信以为真 他叮嘱俊浩 记得吃饭 俊浩赶去了酒店 谁想他竟然在酒店 偶遇了小美的爸妈 小美爸妈是来参加同学聚会的 俊浩恰好就在小美爸爸的医院工作 小美爸爸老朱 问俊浩来酒店干嘛 俊浩撒谎说 约了人吃饭 老朱信以为真 他根本不知道 俊浩这个已婚男人 约的正是自己女儿小美 俊浩来到了小美房间 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 小美撒娇说 如果接了电话 俊浩就不会来了 而小美爸妈参加完同学聚会回家 司机告诉他们 司机的话引起了小美妈妈的怀疑 小美一回家 妈妈便问他 小美当然不敢承认 无论母亲怎么逼问 他都一口否认 为了避开所有人的耳目 小美觉得以后不能再去酒店约会 他偷偷租了一间房子 作为他和俊浩的爱潮 而小美的妈妈翠花 始终觉得女儿在说谎 她决定邀请俊浩到家中做客 试探两人到底有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 而小美告诉俊浩 他妈妈已经怀疑 他和俊浩之间的关系了 所以俊浩周末自己过来 做客就行 千万别把老婆也带过来了 而俊浩本来不想告诉老婆阿晴 周末要去小美家里做客的事 可阿晴缠着俊浩周末陪他逛街 俊浩只好告诉阿晴 就这样 俊浩独自去了小美家 翠花问他 为什么没带阿晴一起过来 俊浩只好撒谎说 阿晴生病了 来不了 而阿晴此刻正带着儿子逛超市购物 谁想他竟然在超市 偶遇了俊浩的同事 同事问他 怎么没和俊浩一起去住院长家里做客 阿晴有点疑惑 他想不通 俊浩为什么要对他撒谎 由于想得太入神 阿晴竟然没注意到 儿子夏夏因为捡球 跑到了马路中间 差点被车撞了 幸好一个路人眼急手快 把夏夏救了下来 而这个路人名叫上元 上元因为救夏夏受了点伤 阿晴亲自把他送去了医院治疗 而俊浩正在小美家里做客 翠花问俊浩家里有几个孩子 俊浩告诉他 只有一个儿子 是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 可谁想翠花一听 孩子是领养回来的 便开始阴阳怪气 饭后 俊浩把阿晴亲手做的甜点 拿出来给大家吃 翠花则趁机让俊浩 把阿晴的电话号码给他 可无论翠花怎么索要 俊浩就是不肯 把阿晴的电话号码给他 而阿晴此刻 已经和上元从医院出来了 阿晴送受伤的上元回家 把上元送到家门口后 阿晴就离开了 可令阿晴没想到的是 上元正是小美的弟弟 俊浩此刻正在上元家里做客 晚上 俊浩回到家 阿晴问俊浩 为什么要撒谎骗他 为什么不带他一起去做客 明明朱院长邀请了他 可谁想俊浩张口就来 他骗阿晴说 他不让阿晴一起去 完全是为了阿晴着想 没想到阿晴信了这番说辞 他反而觉得俊浩的行为 很让人感动 而阿晴告诉俊浩 夏夏今天差点出车祸 谁想俊浩听了 不但不关心夏夏 反而责怪他调皮捣蛋 俊浩想起了翠花 对他说的那番话 他开始担心自己 是不是真的领养了 什么犯罪分子的孩子 俊浩向阿晴打听 夏夏的亲生父母 都是做什么的 可阿晴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夏夏的母亲 是未婚生子 两年前意外去世了 至于夏夏爸爸的情况 那他就毫无头绪了 听了阿晴的话 俊浩心里更担心了 他打心底喜欢不起来 这个领养回来的孩子 第二天 阿晴带着儿子 去看望婆婆顺子 顺子去正好要出门 他打算去俊浩工作的医院 让俊浩给他做个微整形 而这时 阿晴接到俊浩打来的电话 俊浩告诉阿晴 他今晚要加班 不能按时回家 和他一起吃饭了 而顺子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紧接着 他去了俊浩的医院 谁想刚好撞见俊浩下班 顺子一下奇怪了 儿子刚刚不是和儿媳通话 说要加班吗 怎么走了 为了弄清楚 俊浩在搞什么鬼 顺子偷偷跟在了俊浩后面 顺子跟着俊浩来到了一栋公寓 谁想竟然让他发现 俊浩偷偷偷来和小美约会 顺子在门外听到 两人打情骂俏 他本来想按门铃进去 可转念一想 还是算了 不如去车库 等他们自己出来 顺子在车库等了老半天 两人都不出来 这时顺子突然肚子疼 只好去了厕所 而小美给俊浩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饭后 俊浩主动洗碗 由于要洗碗 他把手上的手表摘了下来 而小美看到了俊浩的手表 他偷偷把手表藏了起来 小美拿出自己新买的手表送给俊浩 并叮嘱他 以后就带这块表出门 可俊浩不太愿意 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带着老婆送的手表 那块手表是结婚时老婆送给他的礼物 小美只好告诉俊浩 没办法 俊浩只好收下了小美的手表 接着两人分别离开 俊浩开车回自己家 小美则拿出俊浩的旧手表 随手就扔在了停车场里 小美走后 顺子才从厕所出来 可他到达停车场后 发现俊浩和小美已经开车走人了 顺子发现了小美扔在地上的手表 贪图小便宜的他 把手表捡了起来 占为己有 而俊浩到家之后 把小美送的手表摘了下来 他本来想重新戴上老婆送的手表 可这时他才发现 手表不见了 俊浩没有直升 可第二天 老婆阿勤也发现 俊浩的手表不见了 俊浩只好撒谎说 手表被他忘在了工作的医院 而俊浩以为 把手表忘在了小美的公寓 可他翻遍了公寓 都没发现手表的踪迹 俊浩只好问小美 有没有看见他的手表 小美当然撒谎说 没见过 可能被打扫清洁的阿姨扔掉了 而阿勤来看望婆婆顺子 当他帮顺子打扫房间时 发现了俊浩的手表 顺子这才知道 手表是俊浩的 他只好撒谎说 这是他在俊浩工作的地方捡到的 昨天他不是去了一趟俊浩的医院吗 就是那个时候捡到的 对于婆婆的话 阿勤信以为真 顺子把手表还给了阿勤 而阿勤走后 顺子来到俊浩的医院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俊浩 他看到俊浩和小美约会了 俊浩当然打死不承认 迫于无奈 顺子只好把手表的是说了出来 谁想离开的时候 顺子刚好撞见小美 他这才知道 原来小美和俊浩在同一个医院工作 为了弄清楚小美的背景 顺子主动向医院的职工打听起了小美 职工告诉顺子 小美是医院的经理 这家医院就是小美爸爸开的 听到这 顺子激动得差点没跳起来 他没想到 小美这种身家雄厚的白富美 竟然看上了自己儿子 而俊浩回到家 他主动告诉阿勤 手表好像被他弄丢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 阿勤当然拿出了手表 并告诉他 顺子在医院捡到了手表 阿勤还劝俊浩 以后对顺子好点 俊浩当然装疯卖傻 附和着阿勤 搞定阿勤后 俊浩和顺子见了一面 顺子当着俊浩的面 一个劲地夸小美 顺子让俊浩抱紧小美的大腿 可俊浩懒得听顺子 胡言乱语 他只叮嘱顺子 千万不能把小美的事告诉阿勤 第二天 小美让俊浩下班之后 陪他一起去看音乐会 可俊浩拒绝了 因为他已经答应了阿勤 今晚陪他一起吃饭 小美一下吃醋了 他让俊浩今晚必须陪他 俊浩被小美的无理取闹惹怒了 他问小美 小美被俊浩气走了 而俊浩按照约定 陪老婆孩子吃饭 可谁想俊浩板灯还没坐热 就发现小美竟然跟来了 小美坐在了俊浩身边 俊浩此时紧张得不得了 俊浩一见小美就火冒三丈 他让小美马上离开 可小美今天就是故意来找茬的 他才不肯乖乖离开 见小美这样 俊浩只好向小美提出了分手 因为小美踩到了他的底线 威胁到了他的家庭 可小美才不吃俊浩这套 他马上就要进去 向阿勤揭穿他和俊浩的关系 俊浩赶紧拦住了小美 小美则让俊浩向他道歉 并且不准拿分手来开玩笑 俊浩不停恳求小美先离开 小美果然吃软不吃硬 他拥抱了俊浩之后就离开了 可谁想两人刚刚的相处 竟然被人偷偷拍了下来 而这个偷拍的人 正是小美妈妈翠花找来的 翠花一直怀疑小美和俊浩有染 她特地找人跟踪小美 翠花收到了偷拍的录像 她终于确定小美真的和俊浩有一腿 晚上小美回到家 翠花便命令她马上和俊浩分手 翠花坚决不允许自己女儿 和已婚男交往 做出有辱家风的事 可小美不肯分手 她甚至威胁妈妈 如果妈妈多管闲事的话 她就和妈妈断绝关系 小美和俊浩仍然偷偷交往着 小美甚至像个贤妻两母一样 亲自做饭给俊浩吃 虽然小美的厨艺很差 但俊浩还是坚持吃光了 酒足饭饱之后 俊浩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幼儿园老师打来的 原来俊浩的儿子 在幼儿园和同学打架 老师让俊浩赶过去处理 可俊浩此时走不开 他让老师打电话给孩子妈妈 就这样 阿晴接到了老师的电话 而阿晴此刻 正在朋友的餐厅帮忙 他告诉上员 他得去一趟幼儿园 儿子在幼儿园惹事了 阿晴赶到了幼儿园 老师告诉阿晴 夏夏让同学受伤了 阿晴问夏夏 为什么要推人 可夏夏低着头 一言不发 阿晴只好让夏夏给同学道歉 可同学妈妈不依不饶 他逼迫阿晴 给夏夏转学 就在双方争执之际 阿晴的朋友上员赶了过来 上员说出了夏夏推人的真相 原来上员上午的时候 路过了幼儿园 他刚好看见同学们 在欺负夏夏 取笑他是从孤儿院 领养回来的孤 阿晴这才知道 夏夏推人的原因 他问夏夏的同学 这是真的吗 同学承认了 一听这话 阿晴赶紧把夏夏抱在怀里安慰 接着 上员送阿晴回家 谁想走到家门口时 刚好撞见下班回家的俊昊 俊昊以前在小美家里见过上员 上员正是小美的弟弟 俊昊这才发现 阿晴竟然和上员成为了朋友 回到家 俊昊很生气 他觉得 下夏这个领养回来的孩子 不学无术 竟然打人 可俊昊一点都不怜爱夏夏 他一口咬定 夏夏打人就是不对 俊昊又开始后悔 领养夏夏这种来路不明的孩子 而夏夏听到了两人的争吵 他的情绪很是低落 第二天 俊昊竟然提出给夏夏转学 俊昊觉得 现在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知道 夏夏是领养回来的 夏夏不能再待在那里了 可阿晴坚决不同意 他觉得 俊昊的处理方式 根本是逃避问题 如果以后继续发生这种事 难道要一直让夏夏转学搬家吗 为此 夫妻俩吵了一架 而小美的妈妈不死心 他继续来劝小美和俊昊分手 他实在不想 看着女儿破坏人家家庭 做出伤风败俗的事 小美被妈妈搞烦了 他告诉妈妈 他打算让俊昊和老婆离婚 如果他和俊昊结婚的话 他就不再是伤风败俗的女人了 可俊昊从没想过和老婆离婚 他断然拒绝了小美的要求 而俊昊和小美经常独处一事 来往频繁 同事们察觉到两人关系不一般 私底下开始偷偷议论 而谣言很快传到了医院院长老朱的耳朵里 老朱刚好是小美的爸爸 他没想到 自己的宝贝女儿 竟然和医院的已婚职工传起了绯闻 老朱主动找到俊昊 向他确认谣言的真实性 俊昊当然一口否认 有了俊昊的否认 老朱不禁放下心来 这时 老朱遇到一个老朋友 两人寒暄了起来 老朱让朋友给他女儿介绍一个对象 他有了女婿之后 就可以把医院传给女婿 自己退休出去完了 老朱走后 俊昊一直在回味老朱刚刚说的话 他的内心开始挣扎 他心想 如果他做了老朱的女婿 那他是不是可以拥有整座医院 而这时 俊昊的妈妈顺子把小美约了出来 顺子知道小美和俊昊有一腿 他来劝小美和俊昊分手 不要破坏俊昊的家庭 可小美不肯分 他甚至表示 他要和俊昊结婚 一听小美的话 顺子心里乐开了花 其实他根本不嫌弃小美这个第三者 他反而觉得 小美这种白富美 比他现在的儿媳妇强 更适合做俊昊的老婆 而小美当然看得懂眼色 他开始极力讨好顺子这个未来婆婆 而俊昊的老婆阿晴 独自接儿子放学回家 回家路上 阿晴刚好遇到了好朋友上元 上元看阿晴背着儿子辛苦 便亲自开车送阿晴回家 谁想刚上车 就撞见小美 开车送顺子回家 阿晴没看清 送婆婆回家的人是谁 但上元是小美的亲弟弟 他认出了小美的车 他知道送顺子回家的人 正是自己的姐姐 可上元没有告诉阿晴实话 而阿晴想下车 和婆婆打个招呼 却被上元阻止了 上元直接开车 把阿晴送回了家 接着上元回了自己家 这时小美也回来了 上元直接质问小美 是不是在和俊昊谈恋爱 原来上元一直知道 姐姐当了第三者 他总是在家里听见 妈妈和姐姐 因为这件事吵架 可无论上元怎么向妈妈询问 姐姐到底当了谁的第三者 妈妈就是不肯告诉他 还让他别多管闲事 而阿晴是上元的好朋友 他不能眼看着姐姐 破坏阿晴的家庭 上元逼迫小美和俊昊分手 可小美怎么可能 乖乖听弟弟的话 两姐低音词吵了起来 一怒之下 上元威胁小美 要把小美当小三的事告诉爸爸 可走到爸爸房门口 上元最终停下了脚步 他知道 如果这是惊动了爸爸的话 姐姐肯定要遭殃 而俊昊喝得醉熏熏回到家 阿晴发现 俊昊换了一只新的手表 这只手表正是小美送给他的 第二天 阿晴问俊昊 手表是哪里来的 俊昊只好撒谎说 自己买的 吃饭的时候 阿晴一直问俊昊 手表的价格是多少 阿晴的话 伤害了俊昊的自尊 俊昊记得早饭没吃完就走了 而阿晴的儿子下下 把爸爸妈妈最近总是吵架的事 告诉了外公外婆 阿晴的妈妈英子 担心女儿女婿婚姻出问题 他亲自找到阿晴 问他和俊昊 到底是什么情况 阿晴当然什么都不肯说 可英子怀疑 俊昊是不是出轨了 阿晴当然不相信 别说阿晴了 连英子自己也不敢信 因为阿晴嫁给俊昊十几年 一直照顾瘫痪在床的公公 给他养老送中 可以说 吃尽了各种苦头 俊昊要是敢背叛阿晴的话 那他就不配为人 而上元为了阻止俊昊再错下去 他亲自找到俊昊 劝他和小美分手 可俊昊觉得 上元多管闲事 两人一言不合 就打了起来 女人夜晚回家 竟然在家门口 撞见两个男人打了起来 其中一个是自己老公 另外一个是自己好朋友 女人赶紧过来阻止 并询问两人打架原因 可两人守口如瓶 什么都不肯说 上元当然不可能告诉阿晴 其实是因为他发现俊昊出轨了 一气之下 才和俊昊打了起来 而阿晴回到家 他多次询问俊昊 为什么要和上元打架 可俊昊什么都不肯说 对待阿晴的态度 还十分恶劣 阿晴觉得 俊昊这段时间的表现很奇怪 他直接问俊昊 俊昊当然不肯承认 还生气的离家出走了 阿晴只好打电话给大伯哥俊熙 求他去和俊昊谈谈心 俊熙出门寻找俊昊 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俊昊 俊熙是俊昊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拉着俊昊在路边摊上聊了起来 俊昊直接向俊熙坦白 俊熙没说别的 只让俊昊马上和小三断绝关系 可俊昊不愿意 因为小三是个白富美 只要和小三结婚 俊昊就能得到 俊昊虚荣的嘴脸让俊熙十分厌恶 他让俊昊想想 阿晴这十几年来的付出 是谁不嫌弃俊昊出身穷苦 还帮他照顾瘫痪在床的爸爸 可俊熙坚定地站在弟妹阿晴这边 他让俊昊无论如何 都要和小三断绝关系 而上元回到家 姐姐小美发现 上元的脸肿了起来 小美质问上元 是去和俊昊打架了吗 小美让上元不要多管闲事 她是不会和俊昊分手的 第二天 上元的妈妈翠花也发现了上元脸上的伤 翠花猜测 这伤肯定是俊昊弄的 翠花觉得不能再继续这么下去 她主动找到俊昊 让她和阿晴离婚 翠花让俊昊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婚 然后和小美结婚 俊昊没有马上答应 只说需要时间考虑 俊昊思考良久 最终 她选择了糟糠之妻阿晴 向小美提出了分手 可小美不肯分 她可不是任俊昊呼之急来 呼之急去的人 没办法 俊昊只好向小美的爸爸朱院长递交了辞职信 她打算和小美完全断绝往来 可朱院长不明白俊昊为什么要辞职 俊昊只好向朱院长说了实话 朱院长一听差点没气死 她没想到 俊昊这个已婚男竟然敢高攀她的宝贝女儿 朱院长把俊昊骂了一顿 然后让她滚 就这样 俊昊辞职了 她向小美做了最后的告别 小美仍然不肯放手 她甚至威胁俊昊 她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告诉阿晴 可俊昊此时已经豁出去了 她让小美爱说就说 小美此时已经无计可施 而朱院长气得差点打了小美一顿 她没想到 女儿竟然会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 回到家 朱院长叮嘱老婆翠花 以后不准小美出门 从今天开始 小美必须在家里面避思过 而俊昊回归了家庭 她告诉阿晴 她辞职了 她想休息一段时间 阿晴没有多想 她和俊昊就这么和好了 从此 俊昊开始加倍地对老婆孩子好 而失恋的小美痛苦无比 可就在这时 她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确定自己怀孕的小美 脸上露出了胜利的表情 因为她知道 俊昊和阿晴的孩子是领养回来的 而俊昊一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亲生孩子 女人本来想打电话 把怀孕的消息告诉男友 可俊昊一看 电话是小美打来的 她坚决不接 因为俊昊已经下定决心 和小美一刀两断 好好和老婆阿晴过日子 没办法 小美只好亲自来到俊昊家楼下 发短信给俊昊让她下楼聊聊 俊昊只好下楼和小美见面 她还向阿晴撒谎说 下楼去见一个男性朋友 俊昊下楼和小美见面 谁想刚好被小姨子猪猪撞见了 猪猪本来想和俊昊打招呼 可她看见了车里的小美 俊昊上了小美的车 而猪猪是来看望姐姐阿晴的 猪猪把刚刚看见的一切告诉了阿晴 阿晴心里很奇怪 她不明白俊昊为什么要撒谎骗她 俊昊明明说的是去见一个男性朋友 而俊昊质问小美约她出来 到底想干什么 小美一直扭扭捏捏不肯说 俊昊生气了 她打开车门转身就走 没办法 小美只好把怀孕的是说了出来 俊昊震惊极了 而阿晴这时候下楼了 小美一见阿晴赶紧开车离开 阿晴没能看见车里的是谁 阿晴问俊昊 阿晴有点不幸 俊昊却拿出手机 让阿晴打电话给她的老同学确认 阿晴最终没打 她选择了相信俊昊 回到家 俊昊就变得茶饭不思起来 她和阿晴结婚十年 阿晴一直怀不上孩子 两人不得已 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回来 现在俊昊没想到 小美竟然怀上了自己的亲生孩子 而阿晴察觉到了俊昊情绪的变化 她的内心开始不安起来 而小美回到家 她把怀孕的事告诉了爸爸妈妈 小美坚定的要和俊昊结婚 爸爸一听 差点没气死 而俊昊思来想去 她打了一个电话给小美 约她明天下午出来详谈 可谁想 这个电话被门外的阿晴偷听到了 她的内心越发不安了 晚上 阿晴趁着俊昊睡着 偷偷拿走了她的手机 阿晴翻出通话记录 微波了过去 电话那头传来了小美的声音 一听是个女人接的电话 阿晴吓得直接挂掉了电话 第二天 俊昊出门赴约 阿晴则偷偷跟了过去 俊昊和小美约好 在小美的公寓里见面 阿晴一直跟踪俊昊到公寓 可进电梯的时候 阿晴把俊昊跟丢了 没办法 阿晴只好离开 可她竟然撞见了迎面来的小美 小美是阿晴的高中同学 由于这段时间 小美老在阿晴夫妻俩面前转悠 阿晴起了怀疑之心 她心想 俊昊该不会偷偷来和小美见面吧 阿晴偷偷跟踪小美 重新进了公寓 阿晴跟踪小美到了某一层 谁想小美就在楼梯间等她 小美问阿晴来这里干什么 阿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她反问小美来这里又干什么 小美则告诉阿晴 阿晴最终没进去 她独自离开了 阿晴走后 小美得意地笑了起来 因为她刚进公寓的时候 就看见了正准备离开的阿晴 小美为了引起阿晴的怀疑 故意出现在她面前 接着小美和俊昊见了面 小美把自己的臂超照给俊昊看 小美告诉俊昊 俊昊此时心绪难宁 不过平静下来之后 她告诉小美 她不会为了这个孩子 破坏自己的家庭 小美到底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 自己做决定 说完 俊昊就毫不留情地离开了 可出门之后 俊昊把孩子的臂超照 紧紧握在手里 她现在真的好纠结 她又何尝不想拥有一个 有着自己血脉的亲生孩子 回到家 俊昊发现家里一片漆黑 阿晴就坐在床上 问俊昊去了哪里 俊昊还在撒谎 说去见了昨天那个老同学 阿晴只好把跟踪俊昊去公寓的是 说了出来 并直截了当地问她 是不是在和小美搞婚外情 因为小美最近总是出现在他们面前 还和她说了很多挑衅的话 接下阿晴已经察觉了 俊昊只能承认 一见俊昊承认 阿晴一下崩溃了 他没想到俊昊会背叛她 让他们十几年来的美好爱情 一下成了泡影 而丈夫一直祈求妻子的原谅 他再三保证 已经和外面的小三断得干干净净 可一时半会儿之间 妻子难以原谅她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 俊昊开始善待老婆孩子 儿子夏夏想去照全家福 要是哥平常 俊昊肯定不会答应 因为他一直不喜欢这个领养回来的孩子 可现在 俊昊主动和夏夏一起去照全家福 阿晴不是没想过离婚 可他一直顾虑着夏夏 虽然他是因为怀不上孩子 才领养夏夏回来 但夏夏带给他很多欢乐 他早就把夏夏 让成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他不想因为自己离婚 造成夏夏家庭破裂 而俊昊带着老婆孩子照全家福的事 被俊昊妈妈顺子知道了 顺子主动把这事 告诉了俊昊的小三小美 小美一听简直不得了 他竟然主动找到阿晴 命令他和俊昊离婚 小美的嚣张 让阿晴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小美越是这样 阿晴就越是不肯和俊昊离婚 他直接告诉小美 没办法 小美只好使出杀手锏 他告诉阿晴 他已经怀了俊昊的孩子 这一下阿晴真的被打击到了 他努力了十几年都怀不上的孩子 如今小美竟然怀上了 他还拿什么和小美争 阿晴感觉天都塌了 他在路上走着走着 竟然晕了过去 而阿晴的好朋友上元 刚好发现了晕倒在地的阿晴 他赶紧把阿晴送去了医院 而小美也打电话给俊昊 告诉他他今天和阿晴见面 说了孩子的事 小美还让俊昊赶紧做决定 到底要不要和阿晴离婚 来做他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而阿晴被送到医院 不一会儿 阿晴的爸妈和俊昊都赶了过来 阿晴很快醒了过来 俊昊把他带回了家 阿晴的妈妈英子 特地做了一大桌子菜 给阿晴补身体 可阿晴和俊昊脸色难看 吃饭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 英子看出两人之间的氛围不对劲 他偷偷问阿晴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好好地走在路上会晕倒 阿晴当然不敢说出俊昊出轨的事 他随便找了个理由 搪塞了过去 妈妈走后 阿晴委屈地哭了起来 而俊昊再次接到小美打来的电话 小美又来催促俊昊离婚 不然他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 而两人的通话刚好被阿晴逮到了 阿晴当场就和俊昊吵了起来 俊昊觉得阿晴有点无理取闹 和以往温柔贤惠的样子截然不同 阿晴则哭着指责俊昊 就是因为他以前太过贤惠 才会给了俊昊和小美一起伤害他的机会 就在这时 英子推门入 原来英子不放心阿晴 他打算过来陪阿晴住一晚 谁想一回来 就让他听见两人的对话 得知女婿出轨 英子气得把俊昊暴揍了一顿 骂他忘恩负义 辜负了阿晴这十几年来对家庭的付出 骂恩不解切 英子把阿晴带回了娘家 不让他在这个家里继续待下去 回到娘家 英子和阿晴抱头痛哭起来 可哭过之后 英子又不可能真的让阿晴和俊昊离婚 他只好把小美约了出来 英子给了小美一笔钱 让他把孩子打掉 不要再纠缠俊昊 英子的行为 把小美逗笑了 小美本来就是白富美 他才不缺这点钱 他是真心爱着俊昊 不可能放手的 英子把和小美见面的事 告诉了阿晴 并叮嘱他 一定不能和俊昊离婚 毕竟离婚之后 日子肯定艰难 还会到处被人说三到四 可阿晴并没有把握抓住俊昊的心 毕竟小美已经怀上了俊昊的孩子 而俊昊这么多年 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个亲生孩子 而阿晴的爸爸老李 亲自找到俊昊谈心 老李问俊昊 现在打算怎么办 俊昊一问三不知 他心里现在也没个打算 只说 只要阿晴不和他离婚的话 他就不离 可老李问俊昊 小美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难道俊昊不打算管这个孩子了吗 一听到孩子 俊昊纠结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 孤儿院的工作人员上门了 由于夏夏的领养还在审核期 工作人员特地来家访 视察夏夏在阿晴家里过得怎么样 而阿晴和俊昊夫妻关系合不和睦 会直接影响 夏夏能不能正式被领养 工作人员告诉阿晴 夏夏的领养手续 还需要两三个月才能正式办妥 如果这期间 阿晴和老公闹离婚的话 就不能领养夏夏了 阿晴一听一下急了 因为他正在和老公俊昊闹离婚 可阿晴一定要领养夏夏 这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他只好偷偷叮嘱夏夏 不能把爸爸妈妈吵架的事 告诉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向夏夏询问 爸爸妈妈关系如何 对他好不好 夏夏全部都点头说 很好 而阿晴的老公俊昊 也装得和阿晴恩爱如初 就这样 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暂时被骗走了 小美再三逼迫俊昊和阿晴离婚 不然他就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俊昊一时之间陷入了纠结 他既舍不得结婚十几年的老婆 也舍不得小美肚子里的亲生孩子 俊昊不知道该做什么选择 只让小美给他点时间考虑 而小美的妈妈翠花 眼看女儿肚子越来越大 他竟然亲自找到阿晴 威逼利诱 让他和俊昊离婚 好给他女儿小美疼位置 可小美一家越是这么咄咄逼人 阿晴就越是不肯离婚 毕竟这世上哪有做小三的 起到圆配头上的道理 阿晴在小美一家那里受了委屈 只能在俊昊面前哭诉 俊昊心疼老婆更是左右为难了 第二天 俊昊告诉阿晴 他什么都听阿晴的 只要阿晴不和他离婚 他就不离 阿晴只好问俊昊 小美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可俊昊支支吾吾 半天回答不上来 他只告诉俊昊 他是坚决不会离婚的 而小美那边坐不住了 他亲自出马 劝说阿晴离婚 小美嚣张的态度 惹怒了阿晴 阿晴告诉他 小美气得想打阿晴 可阿晴伸手拦住了 阿晴告诉小美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阿晴了 现在的他是扭胡萝阿晴 阿晴已经做好了 和小美斗争到底的准备 第二天 阿晴和俊昊本来要一起去幼儿园 观看夏夏的才艺表演 夏夏为此期待了很长时间 可谁想出发的时候 俊昊收到了小美的短信 小美在短信里说 他现在要去把孩子打掉 俊昊一看 也顾不上陪老婆孩子去幼儿园了 他直接向小美的公寓奔赴而去 俊昊赶到小美的公寓 正好赶上小美出门打胎 俊昊及时阻止了小美 小美威胁俊昊 今天是俊昊最后的机会 如果俊昊不离婚的话 他一定会去医院把孩子拿掉 小美说到做到 俊昊竟然真的害怕了 他答应小美 他会和阿晴离婚 而阿晴和夏夏从幼儿园回来 夏夏对俊昊的爽约很失落 明明俊昊答应过他 要去幼儿园观看他的才艺表演 阿晴哄了老半天 才把夏夏哄好 不一会儿 俊昊回家了 阿晴本来想朝俊昊发脾气 谁想俊昊直接向阿晴提出了离婚 俊昊的无情让阿晴失望透顶 他觉得这样的婚姻 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阿晴把俊昊叫了回来 同意和他离婚 但阿晴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俊昊必须搬回家住 而且三个月之后 两人才能离婚 不是阿晴故意拖着俊昊 而是两人之前 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孩子回来 三个月之后 孩子的领养手续才能正式办妥 而在这期间 阿晴和俊昊不能离婚 俊昊知道 阿晴一直想领养夏夏这个孩子 他答应了阿晴的要求 可小美一听说 俊昊还要三个月才能离婚 他立马坐不住了 小美亲自找到阿晴 逼迫他马上和俊昊离婚 可阿晴这回态度坚定 他说 小美要是连这三个月都不能等的话 那他就永远不和俊昊离婚 看小美能把他怎么样 迫于无奈 小美只能继续再等三个月 而阿晴把离婚的事告诉了爸爸妈妈 妈妈英子一听坚决反对 英子觉得 阿晴离婚之后 一定要想办法让俊昊回心转意 而俊昊继续和阿晴住在一起 两人表面上看上去 仍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这天是阿晴的生日 杨子下下特地画了一幅画送给阿晴 而俊昊对阿晴心怀愧疚 他打算带阿晴出去吃饭 庆祝他的生日 阿晴本来不想去 可看在下下的面子上 他最终同意了 而这时俊昊接到小美的电话 小美约俊昊一起吃晚饭 俊昊只好撒谎说 他约了同事一起吃饭 晚上 俊昊给阿晴庆祝生日 他送了一条项链 给阿晴当生日礼物 谁想一家人吃饭庆祝的场景 被小美的朋友阿强撞见了 阿强打了个电话给小美 把自己看到的一切 告诉了小美 阿强还偷拍了照片 发给小美看 看到这些照片的小美 简直暴跳如雷 他直接杀到阿晴家 对阿晴和俊昊心事问罪 阿晴觉得很讽刺 他这个做老婆的 竟然被一个小三蹬鼻子上脸 阿晴不想搭理小美 只让俊昊自己和小美解决问题 阿晴走后 小美和俊昊吵了起来 小美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他总觉得 俊昊设不得和阿晴离婚 俊昊只好向小美保证 他一定会和阿晴离婚 因为小美肚子里的孩子 就是他的命根子 有了俊昊的再三保证 小美的心情才逐渐平复下来 而小美的妈妈翠花 看小美整天心神不宁 便给他提了一个意见 那就是和俊昊办一场相见礼 安排双方父母见个面 也算提前把婚定了 小美觉得妈妈的意见可行 他直接向俊昊提出半相见礼 没办法 俊昊只好答应了小美的要求 而小美要半相见礼的事 被小美的亲戚传了出去 这下小美医院里的同事们 都知道小美要半相见礼的事 他们私下议论纷纷 很快周末到了 俊昊准备和妈妈一起参加相见礼 可这时阿晴的妹妹珠珠 接到朋友的电话 这个朋友刚好是小美医院的同事 他告诉珠珠 珠珠一听不得了 他觉得姐夫实在太过分了 婚都没离 就敢和别的女人见家长 珠珠直接把这事告诉了妈妈英子 英子一听 差点没心机梗塞 他直接杀到举办相见里的酒店 就看到俊昊和亲家母圣装打扮 来和小美的父母见面 英子愤怒地质问俊昊 是真的来见家长吗 俊昊羞愧的一句话也不敢说 只是不停向岳母道歉 这下英子终于死刑了 他知道无论如何都留不住这个 他真心疼爱了十几年的女婿 回到家 英子就把女儿阿晴叫了过来 命令他马上和俊昊离婚 英子还让阿晴把领养回来的孩子送回孤儿院 英子觉得当初是因为阿晴生不出孩子 才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回来 现在老公都没了 还要孩子干嘛 可母亲的提议遭到阿晴的坚决拒绝 既然已经领养了这个孩子 阿晴就决定对他负责到底 而俊昊和小美的父母见了面 双方商讨了以后的结婚事宜 阿晴回到家 就发现俊昊已经回来了 阿晴气愤的和俊昊吵了起来 阿晴觉得俊昊对他毫无尊重 婚都还没离 俊昊竟然就去和小美见家长 阿晴警告俊昊 在夏夏的领养手续正式办下来之前 他是不会和俊昊离婚的 而英子已经下定决心送走夏夏 他亲自去夏夏的幼儿园 接走了夏夏 把他送回了孤儿院 而阿晴来幼儿园接夏夏放学回家 就被老师告知 夏夏已经被英子接走了 阿晴给英子打电话 可英子不接 阿晴一下猜到 英子该不会偷偷把夏夏送回孤儿院了吧 阿晴急忙往孤儿院赶 而阿晴的朋友上元 看阿晴着急 便主动提出送他去孤儿院 等阿晴赶到孤儿院时 刚好遇上正准备离开的英子 阿晴二话不说 就要把夏夏接回家 可英子拦住了他 阿晴不顾母亲的劝阻 一定要接夏夏回家 他主动找到孤儿院院长道歉 并向他保证 一定会好好抚养夏夏长大 就这样 阿晴把夏夏接了回去 上元开车送阿晴回家 谁想刚好被下班回家的俊浩撞见了 俊浩竟然吃起醋来 他质问上元 接近阿晴干嘛 上元只好把今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俊浩回到家 他竟然和岳母一样 劝说阿晴把夏夏送回孤儿院 阿晴当然不可能同意 他甚至为了夏夏和俊浩大吵大闹起来 而夏夏在门外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他竟然吓得尿裤子了 阿晴哄了一晚上 才把夏夏哄睡着 由于要抚养夏夏 阿晴在超市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 而阿晴急着上班 只能把夏夏暂时托付给爸爸照顾 谁想老李照顾夏夏的时候 竟然睡着了 等他醒过来才发现 夏夏不见了 原来夏夏知道自己的存在是个累赘 他打算一个人回孤儿院 可夏夏年纪小 根本不认识路 他走着走着 竟然迷路了 而老李赶紧把夏夏失踪的消息通知了阿晴 阿晴赶回来才发现 夏夏留书离家出走了 阿晴赶紧打电话给孤儿院 问孤儿院里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可院长说风平浪静 无事发生 阿晴便猜测夏夏并没有回到孤儿院 阿晴赶紧出门寻找 而老李打电话 把夏夏离家出走的消息告诉了老婆 英子一听就崩溃了 他觉得都是自己的错 是自己对夏夏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 可夏夏毕竟年纪小 根本不认识回孤儿院的路 没走几步就迷路了 而夏夏的养母阿晴自从知道夏夏离家出走之后 急得到处寻找 可阿晴怎么都找不到夏夏 只好报了警 而夏夏的养父俊浩 根本不知道夏夏离家出走的消息 此时他正在女朋友小美家里 陪小美一家人吃饭 不一会儿 俊浩收到了夏夏离家出走的消息 俊浩打算去找夏夏 可小美不太愿意 反倒是小美的爸爸老朱 让俊浩赶紧去找夏夏 俊浩走后 老朱劝说小美和俊浩分手 小美当然不听全 他告诉爸爸俊浩就快离婚了 等俊浩离婚之后 就不会再管那个领养回来的孩子了 而俊浩和阿晴出发寻找夏夏 他们最终在一间教堂里找到了夏夏 阿晴要带夏夏回家 可夏夏不愿意 他觉得自己是阿晴的累赘 夏夏的一番话 把所有人都感动了 最终在阿晴的劝说下 夏夏还是跟着阿晴回了家 而阿晴为了离婚之后 能养活夏夏 他去超市找了一份工作 俊浩知道后大发雷霆 他让阿晴把工作辞了 因为超市的工作太辛苦 俊浩担心阿晴吃苦受累 阿晴当然不可能辞职 毕竟他做了十几年家庭主妇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俊浩觉得很对不起阿晴 毕竟是因为他坚持离婚 才导致夏夏离家出走 整个家支离破碎 俊浩心情郁闷 喝了很多酒 这个时候小美打电话给俊浩 可俊浩已经人事不醒 酒吧的工作人员只好接起电话 并告诉小美 俊浩现在在酒吧里 不一会儿 阿晴也给俊浩打来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俊浩心怀愧疚 他不停向阿晴说着对不起 谁想这时小美来了 他刚好听到了俊浩的道歉 小美把醉倒的俊浩 扶回了自己家 俊浩就连睡梦中 都在向阿晴道歉 第二天 俊浩一睡醒 就遭到了小美的责怪 小美不允许俊浩 对阿晴抱有任何感情 就算是愧疚也不行 可俊浩觉得小美无理取闹 毕竟他和阿晴结婚13年 是他对不起阿晴在先 俊浩还告诉小美 现在阿晴为了讨生活 竟然在超市里工作 为了平复俊浩的愧疚 小美只好亲自找到阿晴 让他辞去超市的工作 想都不用想 阿晴当然一口拒绝 阿晴让小美不要再来骚扰他 不然小美骚扰他一次 他就一天不和俊浩离婚 没办法 小美只好找到自己的眼线阿强 让他想办法逼迫阿晴 主动从超市辞职 而阿强跟踪阿晴发现 超市的老板式的色狼 经常对阿晴毛手毛脚 阿强便找了个机会 接近超市老板娘 故意在他面前说三道四 超市老板娘信以为真 他对着阿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骂他不知减点勾三搭四 在老板娘的搅和下 阿晴只能从超市辞职了 而小美收到了阿强发去的录像 他从录像里看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小美不禁满意急了 而俊浩得知阿晴辞职后 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心想 阿晴终于不用再去吃苦受累了 而阿晴的好朋友上元 得知阿晴失业后 主动邀请他来自己的餐厅工作 可阿晴不愿意 因为上元是小美的亲弟弟 他不愿意接受上元的帮助 上元只好劝说阿晴 而上元这番话果然有用 阿晴思考了一个晚上 他最终决定接受上元的帮助 来上元的餐厅上班 男人带女朋友来餐厅吃饭 却发现老婆在这里当服务员 男人觉得老婆在外打工 是件丢人的事 他也顾不上女朋友了 拉着老婆就让他辞职回家 可阿晴不愿意辞职 他觉得他和俊浩就快离婚了 俊浩有什么资格管他 就在两人争执不休之际 餐厅老板上元出来劝嫁 可俊浩把上元骂了一顿 并在餐厅里大吵大闹 阿晴只能忍气吞声 先把俊浩劝了回去 俊浩污蔑阿晴和上元油染 两人这是借着在餐厅上班的名义 暗地里发展恋情 可阿晴只觉得俊浩的小肚机场好笑 他让俊浩多花点心思 在女朋友小美身上 不要来管他的闲事 而小美此刻被俊浩孤零零扔在了餐厅 他还在继续等着俊浩回来陪他吃饭 可俊浩心情不佳 哪还有胃口吃饭 只冰冷的让小美自己回家 小美被俊浩的冷漠气的不行 回到家就胎动了起来 肚子痛了好一阵 第二天 俊浩把上元叫了出来 俊浩命令上元辞退阿晴 上元当然不可能同意 这时两人发现 有人在跟踪偷拍他们 俊浩一眼认出了这个偷拍的人 正是小美的朋友阿强 阿强以前来小美工作的地方找过他 原来阿强是小美 找来特地跟踪俊浩的 俊浩抢走了阿强的手机 翻看起了他偷拍的录像 谁想这一看就让俊浩发现 阿强还偷拍过阿晴 阿强手机里有阿晴 被超市老板娘开除的录像 俊浩一下明白过来 原来阿晴之所以会被超市开除 都是阿强搞的鬼 是阿强污蔑阿晴 和超市老板有不正当的关系 而这一切都是小美在背后主导 俊浩怒气冲冲地找到小美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污蔑阿晴 和超市老板油染 害得阿晴被老板娘辱骂并开除 可小美把错推到了俊浩身上 他说都是因为俊浩 不希望阿晴在外面工作 他才会想办法让阿晴被开除的 可俊浩根本不领情 他觉得小美的做法太过分 俊浩甚至威胁小美 如果以后再敢对阿晴使用不正当手段 他就不和小美结婚了 俊浩这番话 着实把小美气得不行 可谁想这一气 竟然把小美气流产了 失去孩子的小美痛苦不堪 可更令小美担心的是 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没了 俊浩还会不会和老婆离婚 和他结婚 而阿晴因为感谢上元给了他一份工作 他特地把上元带回娘家请他吃饭 阿晴的娘家人做了一大桌子菜 感谢上元对阿晴的帮助 而这时上元接到了俊浩打来的电话 俊浩再次约上元出来聊聊 可上元拒绝了 他觉得没有和俊浩继续谈下去的必要 而俊浩从电话里 听到了阿晴娘家人的声音 他生气的质问上元 现在是不是正在阿晴娘家 上元没有理他 直接把电话挂了 而小美并没有把流产的事告诉俊浩 他还特地准备了一桌好吃的 为上次的事向俊浩道歉 可谁想俊浩心不在焉的 一个竟向小美抱怨 上元今天去阿晴娘家了 小美看出了俊浩的心思 他问俊浩 现在是在极度阿晴和上元吗 俊浩不肯承认 一句话也不说 小美只好又问俊浩 俊浩仍旧没回答 这时他接到了杨子下下打来的电话 下下让他早点回家吃饭 谁想接到电话的俊浩 竟然真的丢下小美离开了 俊浩走后 小美喝了很多酒 醉得不省人事 第二天 小美的妈妈淬花 发现小美喝了很多酒 他惊奇地问小美 一个孕妇为什么喝这么多酒 该不会是流产了吧 小美承认了 醉花问小美 接下来怎么办 小美则打算 把流产的事瞒着俊浩 尽快逼俊浩和阿晴离婚 小美等不了三个月 他必须在落线之前 想办法让俊浩和他结婚 可俊浩的老婆阿晴 同样坚持三个月之后离婚 小美知道 孩子的领养手续一天办不下来 阿晴和俊浩一天就不能离婚 为了自己的幸福着想 小美只好很下决心 去把孩子的领养搅黄 小美找到帮手阿强 让他去孤儿院举报俊浩和阿晴 阿强拿钱办事 他只好打电话向孤儿院举报 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很快就找上门了解情况 阿晴当然一口否认 他说举报人这是在造谣 他和老公的感情明明好得不得了 阿晴还问工作人员 打电话举报的人到底是谁 工作人员告诉他是匿名电话 但听声音是一个年轻男人 接下来工作人员问了下下一些问题 比如爸爸妈妈有没有经常吵架 下下当然否认了 工作人员本来还想问俊浩一些问题 可俊浩今晚要加班回不来 工作人员便提出 明天亲自去俊浩工作的医院了解情况 工作人员走后 阿晴找到小美 质问是不是他找人打电话 向孤儿院举报的 小美当然一口否认 谁想阿晴突然给小美跪下了 并肯求他 第二天 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果然找去了俊浩医院 俊浩当然也睁着眼睛说瞎话 说他和阿晴之间并没有任何问题 工作人员正提出见一见小美 谁想小美自己找来了一见小美 工作人员便提出和小美单独聊聊 工作人员直接说明了来意 并问小美 小美直接否认自己和俊浩有不正当关系 并夸赞俊浩是个好男人 结婚十几年一直很疼爱老婆 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很好 工作人员相信了小美的话 他们结束了这次调查 而俊浩偷听到了几人的谈话 他向小美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而阿晴听说小美这次帮了大忙 他特地给小美发去了感谢短信 可谁想第二天 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再次登门拜访 这次他们直接告诉阿晴 经过调查 他们确定俊浩出轨了 阿晴和俊浩不能再领养下下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昨天小美虽然明面上维护了俊浩 但他私下里却偷偷给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发去了一段录像 这段录像正是小美和阿晴 为了俊浩吵架的情景 既然事已至此 阿晴只能承认 他和俊浩的感情确实已经破裂 准备离婚 同时 阿晴祈求工作人员给他一次机会 让他领养下下 因为他现在已经找到了稳定的工作 就算和俊浩离婚 也能独自抚养下下长大 可这件事违背了孤儿院的规章制度 工作人员告诉阿晴 他们必须回去开会商议一下 决定阿晴到底能不能领养下下 阿晴追到了孤儿院 恳求院长给他一次机会 可愿有愿归 孤儿院觉得阿晴明明要离婚 却故意瞒着他们 还和老公装得十分恩爱 这属于片养 已经不再具备领养的资格 所以 任凭阿晴哭的生死历劫 孤儿院最终决定 收回阿晴的领养权 而阿晴之所以要和老公离婚 其实是因为老公在外面找了小三 更令阿晴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个小三小美 一直在阻挠他领养下下 是小美让帮手阿强去孤儿院举报 阿晴就快和老公离婚 根本没有领养的资格 可谁想 小美和阿强的谋划 被弟弟上元偷听到了 上元是阿晴的好朋友 他没想到 姐姐不但抢走了阿晴的老公 现在还得寸进尺 搞得阿晴连下下都不能领养了 上元让小美去向阿晴道歉 小美不肯 上元只好亲自拨通了阿晴的电话 小美焦急地挂掉了上元的电话 可这通电话 已经让阿晴产生了怀疑 他怀疑 举报他的人正是小美 阿晴亲自找到小美确认 小美竟然承认了 阿晴愤怒地质问小美 为什么要做这么缺德的事 谁想小美竟然说 他这是替天行道 做了一件大好事 小美高傲的态度惹怒了阿晴 阿晴当场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 他不准备和俊昊离婚了 小美万万没想到 这次竟然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回到家 阿晴把小美的恶劣行径 告诉了老公俊昊 并再三强调 他不会和俊昊离婚 俊昊当然也很生气 他亲自找到小美 问他到底为什么要向孤儿院举报 小美顾左右而言他 他拿出必超罩给俊昊看 让他多关心下他肚子里的孩子 而不是 把心思放在孤儿院那个领养回来的孩子身上 可小美这次的行为太过分 俊昊说了小美几句就离开了 俊昊走后 小美把必超罩撕得粉碎 其实他肚子里的孩子早就流掉了 第二天 俊昊发现了被撕碎的必超罩 他突然产生了怀疑 他怀疑小美是不是流产了 要不然 小美为什么要这么糟蹋 他们宝贝孩子的必超罩 为了印证自己的怀疑 俊昊独自去了小美 经常做检查的妇产科医院 他直接问医生 其实医生已经知道小美流产了 但这是小美的隐私 他不能直接告诉俊昊 而小美发现 被他扔在地上的必超罩 竟然被捡起来 放在了桌子上 小美怀疑是俊昊动了必超罩 他急忙打电话给医生 问他 俊昊是不是来过医院 医生告诉小美 俊昊确实来过 但小美的隐私 他没有透露给俊昊 医生的话 让小美放心了不少 但他同时焦虑了起来 他知道 俊昊已经怀疑他流产了 不一会儿 小美接到了俊昊的电话 俊昊提出和小美聊聊 小美知道 俊昊想问些什么 他答应了 不一会儿 俊昊来到了小美的公寓 小美此时正在浴室里洗澡 这时 小美的电话响了起来 俊昊一看备注 是妇产科医院打来的 由于小美在洗澡 俊昊只好帮他接起了电话 原来打电话的女人 是小美特意找来 冒充医院工作人员 欺骗俊昊的 有了这个电话 俊昊心底的疑问 彻底烟消云散 他不再怀疑小美流产了 而小美也装作没事人一样 和俊昊一起外出用餐 骗过俊昊之后 小美心情愉悦地 和妈妈一起去美容院做美容 由于美容项目存在辐射 工作人员特地问小美 有没有怀孕 是不是孕妇 小美说自己不是孕妇 可谁想 这场对话 竟然被隔壁的女人听见了 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俊昊的妈妈顺子 顺子也来这里做美容 他一下震惊了 顺子觉得 小美正是利用孩子骗婚 他直接杀到小美家里 向小美的妈妈 翠花心事问罪 翠花当然不肯承认女儿流产 他坚称 顺子一定是听错了 顺子见状只好宣称 要打电话给儿子俊昊 把小美流产的事告诉他 翠花赶紧拦下了顺子 并提出给顺子一些经济补偿 希望顺子 不要把小美流产的事告诉俊昊 耽误两人结婚 翠花的提议 让顺子有点心动 可顺子又觉得 受了这些钱的话 对不起自己儿子 他让翠花给他点时间考虑一下 翠花只好把这件事 告诉了女儿小美 小美则亲自找到顺子 求她帮忙保守秘密 可顺子问小美 到底打算瞒着俊昊到什么时候 俊昊始终会发现 小美流产的事 小美则告诉顺子 小美提出给顺子买一栋房子 请他保守秘密 对于这种巨大的诱惑 顺子当然心动了 他答应帮小美保守秘密 而阿晴的爸爸老李 替阿晴打听到 不光两夫妻可以领养孩子 其实以个人的名义 也是可以领养孩子的 阿晴一听 赶紧向孤儿院的工作人员确认 工作人员告诉阿晴 确实可以以个人的名义领养孩子 但和夫妻领养比起来 难度比较大 因为对个人的经济条件 要求比较高 可工作人员的这番话 给了阿晴希望 他决定马上和俊昊离婚 然后以个人的名义 重新申请领养夏夏 阿晴把离婚的决定 告诉了俊昊 俊昊同意了 毕竟小美那边 一直催她离婚 现在俊昊没有借口 再拖着不离了 就这样 阿晴和俊昊向法院 递交了离婚申请 两人正式离婚了 离婚之后 在自己经营的西餐厅打工 经过两人的努力 西餐厅的名气越来越大 还上了著名的美食节目 而上原的妈妈翠花 刚好看到 儿子的西餐厅上了电视 她惊奇地发现 阿晴竟然就在 上原的西餐厅工作 翠花怎么能容忍 女婿的前妻 在自己儿子的餐厅上班 她亲自找到阿晴 逼她辞职 可这份工作 是阿晴的救命稻草 她当然不可能辞职 没办法 翠花只好让女儿小美 给她想想办法 把上原的西餐厅关闭了 小美按照妈妈的意思 找了两个人去餐厅搞破坏 这两个人故意往菜里扔虫子 污蔑上原的餐厅不干不净 面对这种情况 阿晴提出 查看店里的监控确认情况 一听说要查监控 这两人不敢再闹事 就这么逃跑了 本以为这场风波 就这么过去了 可谁想这两人 又把虫子的照片发上了网 继续污蔑上原的餐厅 卫生部打标 就这样 餐厅名誉受损 生意一落千丈 而阿晴怀疑 这背后的主谋就是翠花 她亲自找到翠花确认 谁想翠花竟然一口承认了 可翠花越是这样 阿晴就越是不肯辞职 翠花只好继续向小美抱怨 问她接下来怎么办 怎么才能把阿晴赶走 而小美见阿晴软硬不吃 便决定再给阿晴一个更大的教训 而俊浩不知道 小美已经流产 她还提醒小美 注意补充营养 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 小美一下意识到 流产的事 必须尽快告诉俊浩 至于流产的锅干让谁背 小美当然想到了阿晴 小美主动把阿晴约了出来 让她从上缘的餐厅辞职 阿晴当然不肯 她觉得和小美没什么好说的 起身就走 可小美瞅准时机 故意和阿晴撕扯起来 阿晴哪里知道小美的阴谋诡计 她愧疚地以为 是自己不小心让小美摔倒了 小美则趁机假装肚子疼 让路人帮她拨打了急救电话 而阿晴急得不行 她赶紧打电话给小美的弟弟上元 让她去医院看看姐姐 上元赶到了医院 可小美早就溜之大吉了 上元傻兮兮地问医护人员 病患里有没有一个叫做小美的孕妇 医护人员摇头说没有 上元正在疑惑之际 就听见刚刚抬单架的两个工作人员 正在窃窃私语 让小美回到家 她告诉俊浩 她流产了 是阿晴推了她一把 害她从楼梯上滚下来流产了 俊浩勃然大怒 她没想到她一直盼望的孩子 竟然就这么流掉了 俊浩找到阿晴算账 问她是不是故意 推小美下楼梯 阿晴一听小美流产 当然很愧疚 她急忙给俊浩解释 她不是故意的 可俊浩不相信 她告诉阿晴 教训了阿晴一顿之后 俊浩就戒酒消愁去了 而阿晴本来在上元的餐厅工作 现在阿晴觉得自己 害得上元的姐姐流产 她再也没有脸面 继续在这里工作 只好向上元提出了辞职 辞职之后 阿晴来到小美家门口 打算亲自向小美道歉 可小美不肯见阿晴 离开的时候 阿晴刚好撞见醉酒回来的俊浩 见俊浩站立不稳 阿晴只好帮忙扶她回家 谁想小美出门倒垃圾 刚好看到这一幕 她不由分说 给了阿晴一巴掌 而上元这时也回家了 她急忙阻止了姐姐的暴行 阿晴则忍气吞声向小美道歉 小美不接受 她让阿晴 从此不要出现在她和俊浩面前 而上元本来打算送阿晴回家 可谁想俊浩一听 竟然吃起醋来 她不准上元送阿晴回家 上元没有李俊浩 直接拉着阿晴走了 上元把阿晴送回了家 而小美回到家和俊浩吵了起来 小美问俊浩 为什么要吃上元的醋 是不是心里还垫提着前妻 俊浩当然不承认 她让小美不要没事找事 而上元送完阿晴后回家 她问小美 刮工手术是在哪里做的 小美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说 是在她经常去的 那家妇产科医院做的 是鼎鼎大名的金医生 给她做的手术 上元信以为真 还叮嘱小美保重身体 谁想第二天 金医生就来到上元的餐厅吃饭 上元刚好认识金医生 她向金医生表示了感谢 可金医生一头雾水 她表示 她确实给小美做过刮工手术 可手术并不是昨天做的 而是很早之前就做了 小美早就流产了 一听金医生的话 上元一下震惊了 她没想到 姐姐竟然会假装流产 诬陷阿晴 发现这个事实后 上元第一时间赶到了阿晴家里 上元让阿晴重新回西餐厅上班 可阿晴不肯 她觉得是自己害的小美流产 她怎么还好意思 去上元的餐厅上班 没办法 上元只好告诉阿晴 谁想这时俊浩来了 俊浩本来想找阿晴聊聊 却刚好让她听见了上元的话 上元没办法当着俊浩的面 揭穿自己的姐姐 她只好撒谎说 上元不想和俊浩争吵 她直接离开了 回到家 上元揭穿了小美假装流产 诬陷阿晴的事 小美一下慌了 她恳求上元帮她保守秘密 可上元不肯 她让小美自己去俊浩面前 坦诚真相 祈求原谅 小美当然没有这个勇气 而这时上元妈妈脆花发话了 她命令上元 必须帮小美保守秘密 上元气得转身就走 离开时刚好撞见俊浩 俊浩看上元怒气冲冲 便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上元纠结半天 终究没有告诉俊浩真相 而阿晴始终觉得 上元刚刚那番话有点奇怪 她亲自找到上元 问她到底想对她说些什么 上元没办法隐瞒阿晴 她只好把真相说了出来 得知自己被陷害的阿晴 勃然大怒 她亲自找到小美算账 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美告诉阿晴 其实结婚之前 她就流产了 但她不敢让俊浩知道 因为没了这个孩子 俊浩是不会和她结婚的 但流产的是 始终只包不住火 她只能嫁祸给阿晴 阿晴虽然被小美气得牙痒痒 但她竟然不打算揭发小美 她希望小美活在恐惧之中 每天都担心自己的所作所为 会被俊浩发现 一听阿晴不打算揭发自己 小美反而输了一口气 而上元受不了 自己有这么一个阴险狡诈的姐姐 她收拾行李 从家里搬走了 而小美现在没有别的愿望 她唯一的心愿 就是再次怀上俊浩的孩子 把俊浩牢牢捆在自己身边 为此 小美的妈妈翠花 给小美熬了很多不要 翠花有点担心 阿晴会把小美 早就流产的事说出去 谁想这番话 竟然被俊浩听见了 俊浩这才知道 原来小美早就流产了 还故意嫁祸给阿晴 俊浩感觉自己 受到了莫大的欺骗 她朝小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尽管俊浩这番话无比伤人 但小美不在乎 她只希望俊浩留在自己身边 小美不停地挽留俊浩 可俊浩被小美伤透了心 她打算和小美分居冷静一下 俊浩这才知道自己 错怪了前妻 她本来想向阿晴道歉 可她发现 阿晴最近和上元走得很近 俊浩粗意大发 她直接问上元 是不是喜欢阿晴 谁想上元竟然大方地承认了 而小美因为俊浩离家出走的事 茶饭不思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挽回俊浩 翠花见状只能替小美出面 劝说俊浩回家 可翠花态度强硬 她指出 俊浩当初之所以和小美结婚 还不是因为看上了他们家的钱财 俊浩被岳母的傲慢惹怒了 她嘲讽岳母和小美是同一种人 没有真情实义 只会用金钱来解决问题 翠花没想到自己一番劝说 不但没把俊浩劝回家 反而让她动了离婚的心思 翠花只好把刚刚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小美 小美一听就吓坏了 她责怪妈妈多管闲事 弄巧成拙 她决定自己去劝说俊浩回家 而俊浩已经动了离婚的心思 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阿晴 谁想小美此刻来找俊浩 被她当场听了个正证 可阿晴早就对俊浩死心了 从她和俊浩离婚那天起 她就下定决心和俊浩一刀两断 阿晴让俊浩爱立不离 别来找她说事 阿晴准备离开 谁想一回头就撞上小美 小美一见阿晴 就直接给她跪下了 小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道歉 小美说的生情并茂 可阿晴一句话都懒得听 她直接离开了 而俊浩有些被小美打动 她亲自把小美扶了起来 小美则趁机祈求俊浩再给她一次机会 俊浩没有马上答应 只让小美给她点时间考虑一下 小美可怜兮兮的离开了 可一转身 小美就脸色一变 刚刚那番煽情的话语 不过是她用来挽留俊浩的手段罢了 不光哄着俊浩 小美还送吃的用的到俊浩工作的医院 叮嘱她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小美这招果然有用 俊浩被小美的真诚打动了 俊浩开始考量 一边是无比决绝 和她一刀两断的前妻 一边是百依百顺 对她关怀备置的线人 她到底该选择谁 最终 线人赢得了俊浩的心 俊浩决定原谅小美 经过重重审核 阿晴终于把下下领养回家了 而富二代小鲜肉上元 爱慕着阿晴 可上元一直不敢向阿晴表白 因为上元知道自己的母亲 绝对不会同意她和阿晴交往 上元和前女友宝拉 就是被母亲亲手拆散的 上元虽然没有向阿晴表白 但她一直守护在阿晴身边 把阿晴领养回来的孩子 当成自己亲生的一样疼爱 某天 上元去商场买衣服 有一个售货员盯着她看了很久 接着售货员主动找到上元 和她聊起了往事 原来这个售货员名叫美善 是上元前女友宝拉的好朋友 宝拉失踪多年 美善向上元打听起了宝拉的情况 可上元也不知道宝拉的踪迹 他告诉美善 他和宝拉分手之后 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了 可谁想美善突然告诉上元 其实宝拉离开之前 已经怀上了上元的孩子 是他亲手给宝拉买的燕运棒 上元没想到 妈妈竟然背着她 做过这么丧尽天良的事 上元亲自找到妈妈对治 翠花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可她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做错了 反而一口咬定 这么做都是为了上元着想 她不能眼看上元和宝拉 那种贫穷的女人在一起 上元被母亲气得不行 她放下狠话 从今以后和翠花断绝母子关系 上元为了寻找宝拉 她只好再次找到美善 向她打听宝拉可能会去什么地方 美善回忆了老半天 她终于想起 宝拉离开之后 曾经给她打过电话报平安 她在电话里听到 旁边有人提起了 韦波岛这个地名 说不定 宝拉一直就在韦波岛这个地方生活 有了这条线索 上元赶紧前往韦波岛 寻找宝拉 找遍了整个韦波岛 上元终于打听到了宝拉的消息 宝拉的朋友小红告诉上元 宝拉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她两年之前 不幸出车祸去世了 上元问起了儿子的去向 小红告诉她 宝拉去世之后 孩子就被送去了孤儿院 宝拉的死 虽然让上元很伤心 但当务之急 是找到儿子之术 上元打起精神 找到了小红所说的孤儿院 可以打听才知道 孤儿院前年发生了火灾 早就关门大吉了 没办法 上元又只好到处打听 孤儿院院院长的消息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上元终于打听到了院长的所在 上元亲自找到院长 向她打听儿子的下目 谁想院长告诉上元 知术早就死了 当年孤儿院发生大火 知术就是在这场火灾里去世的 一听儿子已经死了 上元震惊的 简直不敢相信 那知术真的死了吗 其实没有 原来上元的妈妈翠花 一直也在打听宝拉的消息 她比上元提前一步 先打听到孩子的下落 孩子其实安然无恙 但翠花给了孤儿院院长一笔钱 让她对上元撒了谎 翠花打听到 孩子现在已经转到了天使孤儿院 并且改名为夏夏 翠花亲自来到天使孤儿院 她在这里找到了夏夏 可是夏夏已经被人领养了 而这个领养她的 不是别人 正是阿晴 阿晴本来带着夏夏回孤儿院玩耍 谁想正巧被翠花撞见了 翠花简直惊呆了 她没想到自己的亲孙子 竟然被阿晴这个讨人厌的女人领养了 上元并不知道 阿晴领养了自己的儿子 她还在向阿晴诉说 失去儿子的痛苦 阿晴则让夏夏来安慰上元 上元见到夏夏很是开心 上元一直对夏夏视如己出 却没想到夏夏正是她亲儿子 而翠花为了保险起见 她收集了孩子的毛发 去验DNA 这一验真的确定 夏夏就是她的亲孙子 而翠花的女儿小美 无意中发现了这份亲子报告 她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弟弟还有一个孩子 而这个孩子她也认识 正是她老公俊浩 和前妻阿晴 以前领养的孩子 小美甚至发现 俊浩曾经瞒着她 偷偷去看望过这个孩子 小美为了这事 也和俊浩吵过 小美觉得 俊浩既然已经和阿晴离婚了 就不该再去见这个 两人曾经一起领养的孩子 而俊浩不以为然 她觉得 虽然自己曾经领养过夏夏 但从来没经过做养父的责任 她不过是去看望了一下夏夏 向她道歉而已 而小美现在已经知道 夏夏是自己的亲外甥 她和翠花一商量 打算把夏夏 从阿晴手里抢回来 自己抚养 而翠花一直思念着夏夏 她让自己的弟弟来福 去拍点夏夏的照片 回来给她看 来福按照翠花的意思 偷拍了夏夏的照片 接着来福去看望了上元 看着脸色苍白的上元 来福觉得很对不起她 来福由于肚子痛 去了一趟厕所 可来福的手机 不小心忘在了上元床上 恰好这时 有人给来福打电话 上元便提来福接起了电话 挂掉电话后 上元翻看起了来福的手机相册 这一看就让她发现 来福手机里 竟然有夏夏的照片 上元问来福 这是怎么回事 来福只好撒谎说 照片是俊浩拜托她拍的 他想知道夏夏最近过得好不好 对于来福的话 上元信以为真 他还特地找到俊浩 让俊浩不要再关心夏夏 上元的话 让俊浩觉得莫名其妙 他什么时候 让来福去偷拍夏夏了 这时俊浩想起来 他听到过来福和翠花讲电话 明明是翠花 让来福去偷拍的 来福当然不能告诉俊浩真相 可这时俊浩又想起来 曾经有人往医院 送过一份基因检测报告 而这份报告的收件人 正是来福 想到这俊浩一下反应过来 既然有了这种猜测 俊浩便偷偷来到 岳母翠花房间 翻找起了那份基因检测报告 很快俊浩找到了报告 报告显示 上元和夏夏是亲生父子 这个结果简直让俊浩震惊 他没想到 他和前妻领养回来的孩子 竟然是现任小舅子的亲生儿子 俊浩问来福 上元知不知道 夏夏就是他儿子 来福说上元并不知道 上元以为儿子已经死了 来福还恳求俊浩 帮他保守这个秘密 姐姐小美 打算给弟弟上元 介绍一个对象 可小美知道 上元有一个私生子 她担心人家姑娘不同意 便试探性地问她 而善景本来就爱慕着上元 她觉得 就算上元有个私生子 她也能接受 看着天真无邪的善景 小美不经心想 真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 就这样 小美很快安排双方父母见面 可谁想上元根本不喜欢善景 她当着双方父母的面 拒绝了这门婚事 可善景不死心 她对着上元死缠烂打 上元只好告诉善景 其实她早已心有所属 那个让她清心的人 就是她的员工阿晴 善景当然不依不饶 她亲自找到阿晴 要求她辞去工作 远离上元 阿晴当然不可能辞职 因为她是个离过婚的女人 现在就靠着这份工作 养活她和儿子 而阿晴自从知道 上元对她的心意后 她开始故意躲着上元 上元约阿晴一起吃午饭 阿晴则找尽各种借口拒绝 上元觉得 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 她亲自向阿晴表白了心意 对于上元的告白 阿晴并没有接受 因为她觉得 她和上元之间的关系 太复杂了 而阿晴的前夫俊浩 和小美的夫妻关系 并不稳固 小美时常怀疑 俊浩仍在和前妻联系 她偷偷翻查起了俊浩的手机 而俊浩对小美 偷窥隐私的行为 很是反感 她愤怒地和小美吵了起来 可小美的妈妈翠花 站在小美那边 她觉得 妻子翻看丈夫的手机 天经地义 丈母娘和女婿之间的关系 十分紧张 而善景一直不死心 她非要逼迫阿晴 离开上元 一怒之下 阿晴承认了 自己对上元的感情 谁想这场对话 恰好被来找阿晴的俊浩听见了 俊浩得知 前妻爱着上元之后 竟然吃起醋来 阿晴则告诉俊浩 他确实爱着上元 如果上元不是小美的弟弟 他早就向上元表白心中的爱意了 阿晴这番话 着实把俊浩打击得不轻 俊浩去酒馆里大喝了一场 喝醉之后 俊浩竟然来到阿晴家里 耍起了酒疯 俊浩对着阿晴又跪又败 求他原谅自己 曾经犯下的错 俊浩深深忏悔 当初不该和小美搞外语 大闹了一场之后 俊浩睡着了 没办法 阿晴只好拜托上元 把俊浩送回家 而阿晴离婚之后 一直和儿子夏夏相依为命 阿晴没有生育能力 夏夏是他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的 夏夏的亲生母亲已经去世 为了纪念夏夏的生母 阿晴特意把生母的照片 装进相框保存了起来 阿晴给夏夏看生母的照片 谁想这时 上元走了进来 夏夏主动把生母的照片 递给上元看 可夏夏并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男人 正是他的亲生父亲 正是他死去的前女友 而夏夏正是他的亲生儿子